灵疫是贪毒事件 重创了麻政府的清零招牌 而在这个敏感时刻 本来连政署在7月21号 要办一个路跑的活动 但是有人批评说什么时间点了 还有心情在跑步 批评声浪不断 为了观感问题 连政署决定将路跑延期 但这一言也挨骂了 因为参加这个路跑的民众 总共有6300多人 这一言其他的影响也不能说不大 上千名民众一起参加路跑 连政署原本预计 7月21号举办第一届路跑活动 强拉近和民众的距离 没想到却因为灵疫是事件 让连政署受到外界的批评 决定临时喊咖 这个是蛮好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突然临时说 接到这样的通知 觉得蛮可惜的 对那但是就不知道 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会再继续办这样子的活动 连政署的活动 在6月25号开放报名 隔天中午6300个名额 马上额慢 好不容易报到名 7月初却爆发 灵疫是所回事件 原先的路跑活动 就在16号喊停 我们只是延期 一方面考虑到7月的天气 一方面考虑到 我们目前的重点阶段工作 势必会影响到 连政路跑的一些 所谓的规划 连政署说拍胸部保证 绝对不会停办 只是延期 不过民众更担心 这到底要延到什么时候 像詹小姐平常就爱好运动 为了路跑 还特地上健身房练习 现在路跑却喊停 似乎也让政府的美意 大打折扣 中期新闻张浩凡 张一华台北报道 前面的路跑却喊停